哈囉大家好 我是虛 那我們今天呢 要來分析的是這個台港老闆開的 新之彼端的祕寶活動轉蛋 這轉蛋的話就是 應該算是魚人節活動啦 但我從來沒有想過這次的魚人節活動嘛 會直接出一個新的轉蛋 然後也開了大概整整兩個禮拜 也就是直接是當一整個活動來出啦 這個確實是稍微超乎我的意料沒有錯 那這次的轉蛋呢有出兩個新角色 一個是被替利彩 另外一個是漢生 那我們先來分析漢生的部分吧 應該... 好啦先幫大家科普一下下 就是永不缺血的男人漢生 這角色好像看起來有那麼一丁點眼熟 那他到底是誰呢 欸對就是那個男人 黃中 黃中至漢生 那這個東西呢 這個角色也就是 可能真實年輕型態的 或是魚人節型態的 黃中吧 那我其實沒有想過這個傢伙 就算真的會有那麼一天呢 真的可以讓我們抽到 那當然技能組就沒有像之前那麼得空 因為之前那種技能組 確實是有點太誇張 好那我們就來講講漢生吧 人類無視均橫行 三位的話是13309 9486454 給予單體傷害 微離是攻擊力的500倍 對於如果對方有攻擊力提升的狀態的話 是攻擊力的1000倍 5回合著下黃中能珠3 愛心跟特殊珠以外轉C珠 賦予自身攻擊力50倍反擊 有敵 全體電暗次數加1 紅跟綠轉黃色珠掉落 CG的話是給予單體傷害 攻擊力的150% 全體攻擊力跟防禦力提升50 被動1的話是破傷跟破炮炮 被動2的話是黃屬性以250%參加一般攻擊 回合結束回復20000HP 被動3的話是各階層開始時呢 黃屬性-1-自身-5 被動4的話是自身在前頭下回合開始時呢 屬性轉5個自身展覽C珠 特大掉落 以大家的技能組來說 確實啦 就是每一層都可以開一個500倍的大炮 確實是挺恐怖的 然後也有一個長度的全體250%握手啦 但現在尷尬的點就在說前面呢 尤利希之二轉彈也還沒有結束 那在前三天呢 又開了一個司馬籤 那我是覺得 好像也 就應該不太需要去多說什麼 這個東西啦 因為 另外 其中一個角色也有 紫傷 也有反擊 然後也有一個是有 充能豬握手的狀態啦 所以這個 雖然好像看起來蠻有用的 但 對 因為司機真的不是出的很好 然後那第二隻的話是我們的貝利利彩 貝利利彩 人類幻想攻擊星 三圍是 11548 10298 2448 CD6 屬性跟傷害珠各轉6個紮欄C珠特大 左上左下右上右下藍充能珠 3 6 9 12 屬性跟傷害珠各轉6個紮欄C珠大 三回合藍色跟傷害珠增幅 藍屬性攻擊力體積66 CG的話是給予單體傷害 一回合攻擊力的125% 一回合藍屬性攻擊力提升666 被動1的話是破傷更害如效 被動2的話是賦予藍屬性 對於藍傷害珠連鎖 C珠生成縮動24 被動3的話是藍屬性CG傷害提升50 自身以攻擊力的666% 參加100%攻擊 被動4的話是自身在前頭 下回合開始時 隨機轉換三個自身雜欄C珠特大 特殊珠以外轉藍色珠 那他這技能組嗎 也是以原版的那個模式 稍微去修改一下下 原版也是有這個有名的666追打吧 然後還有擴板 但這邊的話是把擴板拿掉了 還有增幅 然後一樣一如既往的炸板 一如既往的充能珠也都還是有 但不過以現在這個技能組來說的話 藍屬性 我會覺得說輸出面 可能這個技能組還是還好啦 因為其實說真的 綠屬性原版的被提力才 雖然看起來那時候非常強勢 但真的實際用下去之後 整個的實際表現還是沒有大家想像中的 技能組帳面上的那麼猛烈 雖然他可能在一些高難度關卡 或是一些奇怪的狀態 或是打牌上的時候 或許會有奇效就是 沒想到這隻反而可以打出更高的傷害啦 但是那是一個比較少見的狀況 那平常來說的話 大部分的人 周圍還是以靠我們的維吉爾為主 因為維吉爾本身有弱勢跟炸板的能力 那就乾脆就維吉爾主動器也不開 就是只靠他的被動落板去刷 那這隻模式的話就是 本身也有連鎖啊 還有一個狀態 這樣看下來的話 其實這隻也是比較偏尷尬定位的一個角色啦 雖然 當初我那時候看到角色圖就想說 嗯?旁邊這個怎麼看起來有點像南華 看了局勤之後之後 哦...大概知道為什麼是南華了 好吧那先簡單的幫兩隻角色做一個小總結吧 那翰森的話雖然有非常強烈的紙槍砲 以及專板能力 但稍微可惜一點 會希望他有一個射足強化 或者是小小的黃蛇豬征服 可以讓他這個 洛皇版的能力可以再強悍一點點 不然的話是稍微可惜一點啦 他被提立彩的話 因為原版技能組其實 嚴格來說我覺得原版的技能組是更強勢的 原版的上場率反而沒有那麼高 那如果回到藍屬性的狀態來說 如果人類幻想攻擊型這個配置的話 上場率應該也不會高多少啦 那這一次的整個出現機率的話是 玉藻前道爾圖跟巴斯特 三個之前的日版魚人節角色會出 那翰森跟貝奇立彩是各0.5 S7的話是各25就是5中1啦 那我自己看起來是覺得倒還好吧 因為畢竟是魚人節池子 但是日版也出了一個很 也是有點詭異的轉彈池啦 花了20顆石頭吧 然後抽了20個65 然後還天井了 就是這樣 那這個技能組的話我就覺得是 就還是自己把它當一個玩耕性質的活動 來看會比較好一點點啦 就不太建議說真的要很拚的來抽這一邊 然後這一次的活動其實真的喔 其實真的蠻多的 不管是整個活動的東西 像是有這次有劇情 然後每日一次受祝福的指引 然後需要忌諱之五就是一些農素材的 然後再來是獻給星星的吊劑 然後這個也都是農素材的 然後4月5號開始呢 也會有為了開脫名為未來道路 別的劇情 以及解滿冒險 我從來沒有想過解滿冒險 還會再出新的 所以我也蠻好奇之後的 解滿冒險會是以什麼樣的模式來出 那就到時候我們再可能實際開台網站看完 4月5號的話是下個禮拜 那整個活動來說 如果你是看成一個正規活動的話 就覺得差不多是一個差不多正規活動的模式 那如果你說它是一個魚人節活動的話 你會發現這活動其實比想像中的大 算蠻多的啦 就其實有點意外 我本來以為會是像 之前的那種蛋蛋模式 就是 我其實還想刷蛋蛋 但好像 好像這次看素材那邊好像沒有辦法換蛋蛋 不然的話我其實蠻想把那個鑽蛋之神 把他DL再弄到死 就是再刷個200場鑽蛋之神 但好像蠻可惜的 這次是沒有這次的這個關卡 那就只能做吧 以後的話就看有沒有機會再把鑽蛋之神弄完啦 好啦 那今天的分析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喜歡我今天的影片的話就按個訂閱按個喜歡 幫我分享出去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掰掰